雷歐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是雷歐 今天來看4比4黑森林團戰 眼見的觀眾最近有發現我們頻道團戰的影片 稍微變得有點多了 如果大家不覺得不習慣的話 可能要稍微試著習慣一下 因為我覺得團戰影片其實也有蠻多精彩的比賽 可以來播一下的 好我們先來介紹一下薩森這個文明 薩森最大的特性是他的工兵單位非常強大 這個布工兵打建築物特別快 但是在黑森林來說可能並不是那麼亮眼 因為這個黑森林的牆都是非常厚 所以這個工兵效果在阿拉伯可能會比較有用一點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黑森林的開局 這邊有看到怎麼開局如果拉了兩村去射掉別人的路 這有點過分了 射完路之後再起這個木牆 非常的兇狠 這個打法還是比較拚的激進一點 黑森林團戰來說 如果大家在打這個天梯的黑森林團戰時 也要特別注意 外家一定要趕快去圍家 把這個家裡給圍起來 不去搞事沒關係 那一定要去搞對方的 不是搞對方喔 一定要去圍對方的這個石牆或是木牆 那黑森林團戰沒有石牆的關係 所以一開始只能圍木牆 不然就是圍房子 那我會比較建議直接圍木牆就好 建造速度快 而且消耗資源也比房子還要少 所以會比較建議直接圍木牆就可以了 今天有觀眾在問 到底要圍房子還是木牆 木牆先優先拉 你後面要再拉房子也沒問題 那到了封建時代或是城堡時代 再補個石牆會更穩 避免對方什麼自爆兵炸過來 衝車投石車一撥把你直接牆壁帶走 那有圍跟沒圍一樣 那這邊可以看到下方綠色 事先圍了右邊 好石頭處 然後再開始圍左邊 黑森林的開局方式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內加哪時候去圍 就是內加去圍的時機 通常是你不斷村 然後木頭開始有一點點資源 或是你也可以開始六村之後 第七隻村民 就去圍家也是可以的 那由於太早去的話 會遇到天空熊 會在那邊騷擾 所以點個織布啊 或者是用一下消仇恨的方式 像這樣子 讓天空熊沒有辦法正常的輸出 就可以了 讓大家學到一道了 消仇恨讓天空熊輸出變少 這樣就可以不用點織布囉 細節細節 所以四季立果還是有很多這種 細節上的打法可以去多多利用 好 這邊又一隻天空熊囉 這邊要看一下 過來用石頭一起打 再消一下仇恨 消完仇恨之後再繼續扁 三個人打一個天空熊 太過分了吧 這是搞圍毆啊 好 那內加的黃色達魯P圖 我看到對方 繞了非常多人 趕快圍 可能要放棄這隻肉馬 用這個肉馬去拖一下時間 這邊 這邊的話要趕快去打木牆喔 這邊不是要先尾喔 而是要先趕快打這個血掃的木牆 好 對手這邊也是很知道該怎麼去應對 好 左邊這個木牆有機會被打掉 而且下面這個刺猴要被打進去了 好 這邊織布技術 青色要找個機會上一下 如果沒有上織布的話很容易喔 就被搞掉了 村民的血量會有點少 但這邊黃色是先打赤猴 後面的赤猴有點發呆 沒有低時間來做事 好這邊應該可以收掉肉馬 OK沒有織布要被制裁了嗎 打很痛 趕快肉馬打一下 好之後給B推回去 好再打 喔終於有織布了 有織布技術的話就沒這麼痛了 好 但是由於血量已經掉太低了 直不技術上去喔 也沒有辦法拉太多血量 這兩隻村民可能難逃一死囉 好這邊想要把自己圍起來有機會嗎 好躲在裡面 唉唷這個 反應速度很OK阿 但是好像會被打破 好這樣趕快再繼續圍 這隻村民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青色把自己搞到有點頭破血了喔 OK那看起來兩邊的內外架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左右兩邊都是一個正常圍 中間比較精彩 細節上的打法 讓大家也知道要怎麼去避免 狼去偷襲村民這件事情 消仇恨是一個很不錯的方法 那消仇恨也可以用在野豬上 你的野豬 你的村民快被野豬引死的時候 也可以蓋個房子 去消除那個野豬的仇恨值 也是蠻好用的 好那這邊黃色為什麼要圍這裡喔 因為這裡除了有三頭豬以外 再過去的話就會比較遠 對方都已經過來了 如果可以圍的話 當然是要直接圍到這個地方 但這邊已經看到三頭豬了 至少把這三頭豬給圍起來 可能這裡圍完之後 待會還可以直接設置三頭豬 拉回去隻喔 待會再來設第一隻 第二隻第三隻 好這個順序喔 一定要先拉這一隻 再拉這一隻 這一隻最後的啦 就可以卡到這個豬喔 野豬之間就互相卡一下 好 刺頭再拉過來去做一個卡位 這就是一次拉三頭野豬的黑勝利打法 這個比較簡單一點 那當然你也可以一次拉六頭野豬 也是可以的 這個拉的順序也是差不多的 只要你能大概知道 這個野豬的機制是怎樣 就可以了 那這個野豬的機制呢 就是第一隻野豬喔 追逐的這一隻喔 有視野的話 沒有丟失這隻村民的視野 他就會繼續追逐喔 那後面這兩隻沒有視野也沒關係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六隻野豬的拉法 就是比較需要 還是在第一隻野豬喔 會比較 欸欸欸欸欸 這個各射一下 欸唷細節細節 哇這個黃色拉野豬拉得不錯 欸唷 剩四滴 OK 黃色這邊野豬拉得非常的漂亮 大家可以嘗試在黑森裡 讓他看野豬喔 如果學會的話 這個經濟來說 是加成非常多的 但那一家呢 如果你有魚池的話 還是要趕快去補下魚喔 你有補魚的話 前期的經濟 一定會比較好 上了城堡時代 再去撒魚網喔 再去補下棍毒的遺傳 去補這個魚網是更好 好 左邊賽特人三棒棒直接敲破了木牆 來這一波反擊 看會打得如何 三棒棒壓得出去 但中間波蘭好像要打塔弓喔 波蘭塔弓比較厲害的地方是 封建時代開始 村民會回血喔 而且他的村民挖石和石會獲得黃金 所以挖石打塔弓喔 對於波蘭來說 並不是那麼的傷經濟喔 而且村民又會自動回血 所以以這個塔弓的交戰來說 持久戰來說是波蘭很有力的 這邊看到兩邊是直接上了十強 封建時代就上十強還蠻快的 左邊這邊是補了一個射箭場 賽特人補射箭場 想要出弓兵開始騷擾 賽特這邊也補了一根劍塔 直接補在臉上 仗著自己有裝甲護兵喔 右邊兩隻裝甲 加上一隻刺頭想要打破這個墓區 應該是有意識到這裡面應該是有碼頭的 這裡確實被打破會很麻煩喔 好 神道封建時代趕快點織布技術 你這個時候還沒有點織布 時代是太偷了 這裡趕快拉村民過去解一下洛麻 但第一時間又把殘血的村民給收掉 織布技術偷了個寂寞 所以我還是比較建議外加黑森林的玩家 還是先上織布比較好 一開始去維加很容易會有打架的情況發生喔 先點一下雖然村民樹會落後於對手 沒有點織布的情況 但點下去之後打架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俗話說得好 能偷就偷 能混就混 但這一把先混了反而出大事了 對方入侵進來 然後織布技術補下 這邊要點城堡實在有點困難 不跟地獄決定先點了二級伐木 用村民先反擊回去 這邊有少量的弓兵幫我在弓兵輸出 第一時間弓兵去打後面的弓箭手 混亂手殘血拉走 裝甲步兵第一時間也被村民給擊火掉 好 弓兵這邊繼續補過來 欸 這裡有一隻 裝甲步兵順利擊殺到了刺頭 裝甲步兵的血量增加一點點 弓兵被夾在村民的中間 這邊高地輸出非常舒服 應該要照理來說先打工兵單位才對的 這邊再收掉了一些殘血村民 回到了劍塔射程範圍內 這邊村民越死越多了 伏克地好像快要沒呼吸了 村民再繼續反擊回去 包圍這個中角步兵反打回去 OK 這裡趕快插一個劍塔 但是這邊三隻小弓很麻煩喔 唉唷 結果橘射那家 上了城堡時代下了一個修道院 還補了一個工程七製造所 雖然不是先下馬就嗎 是看不起薩拉森的騎士嗎 這裡一隻騎士就可以把伏克地給秒殺了耶 實在的是這樣子 騎士在城堡時代初期喔 是很強的單位喔 好 左邊這邊劍塔沒有再繼續進攻了 突然看到這邊一大堆的房子跟石牆 選擇放棄進攻 轉彎挖木頭 沒有挖石頭了 屬於一個正常開弄 然後來趕快幫一下內家 有要幫嗎 沒有耶 突然直接把隊友給隔離起來 他覺得右邊這兩家紫色跟灰色太恐怖了 先隔離一下隊友 避免自己也確診 好 下方這裡 黃色這邊是轉彎了 打這個3TC開弄 野豬吃乾母親了 好 這邊魚池 待會好再繼續按喔 這邊3TC要趕快開下來嗎 還是要這邊轉彎強弓呢 現在橘色內家也是走一個強弓路線 投石車已經準備好了 這邊轉出來是生鋁 想要用自己的生鋁去防止內家騎士 那內家要來幫忙協防的東西是條盾人 條盾人轉出來的東西是投石車 那這樣伯格地人也會有抗招響的能力喔 還算不錯 條盾的團隊加成喔 在打黑森儀是非常好 而且中後期喔 還有火砲跟火槍 重頭喔 也是一個很好的搭配喔 後期的遊俠也是蠻給力的 喔 這邊打一下 投石車怎麼突然爆掉呢 兩邊投石車這個殘血沒有收掉 有點可惜 可能拉一隻村民過來修理一下 這邊投石車虎看 但是用殘血去投 稍微可惜了 兩邊都是一換一 好 問地人這邊要趕快堅持守這根塔 那投石車要打後面修劍塔村民喔 直接踢地板 踢這個位置就一直打這個劍塔 跟這個村民在後面修血的位置 好 但這邊沒有這樣做 直接拉弓兵跟裝甲兵上前硬砍 結果砍一砍自己出事了 好 條頓這邊也轉出了一隻騎士來幫忙 但騎士有抗著翔 太龍了一招 好 現在紅色4PC朝鮮開農 既然你不交流 我也不交流 兩個人都關在家裡 大家就是更農各的 互不干擾 黃色士兵也是喔 大家來跟波蘭也是 欸 結果波蘭那一家喔 就有點奇妙了 波蘭那一家通常打黑森林到後期喔 不是特別強 因為他很容易輸給對方那一家有遊俠的文明 例如這個反蘭克阿 或是條頓 甚至一些遊俠阿 比較有特化的文明喔 什麼立陶宛阿之類的 他是一般的遊俠國 就可以打爆這個波蘭 所以波蘭在黑森林來說 表現普遍上來說 沒有打塔弓的話 是偏弱的 雖然波蘭剛剛有想要打塔弓的意思喔 但中途還是放棄了 但不想看到 波蘭地人這邊是快要沒有呼吸的狀態 再跟劍塔失守之後呢 這一大片虛域都會被干擾到 後面這個池塘喔 待會被入侵進來 也會很麻煩喔 所有的魚池都沒有辦法正常的運營喔 卡頓人這邊是拉了幾隻肉麻 可以上方這邊看可不可以過去 但橘色這邊也太偷了吧 這邊石牆都是稍微打一下而已 沒有打到滿 這應該是伏筆喔 石牆不敲齁 顯得有點偷了 這邊薩拉攝影師 顧著開頭石車跟生女的關係 所以並沒有時間去控好上面這個石牆的部分 調盾的輕騎兵 調盾沒有輕騎兵 只有這個赤猴 怕連輕騎兵都沒有 過來 打一下 阻掉頭石車的傷害 上來就是對著 生女一陣爆砍 但是被招搶掉了一隻赤猴 第二隻山綠也有機會嗎 好像可以喔 OK 再一刀 斜掉了 調盾現在是用一隻赤猴去幫隊友 這邊4台頭石車砸城中心非常快 朝鮮這邊也有動靜喔 這邊是看到日本 開始用頭石車 進攻朝鮮 朝鮮是使用了防禦箭塔 來阻擋頭石車的推進 看頭石車砸村民很快 收村 OK 收得很好 這邊要趕快再繼續收村 唉唷 一隻村被砸死 好 防禦箭塔 打這個頭石車還是有點偏難打的 還是要先射村民嗎 但先射村民的話頭石車 其實敲建塔很快喔 OK 箭塔一瞬間就被解掉了 三台頭石車傷還是有點高的 這邊看一下布根蒂人 布根蒂人TC被拆掉之後 左邊開新的伐木場 建立一個新的城堡 但現在這個情況不錯 能挖到黃金的話 現在用池塘這邊肉 可以繼續出馬上清裝兵喔 甚至可以去布根蒂 不是布根蒂 這個賽特家裡鬧一下 如果可以過去的話 看起來是有點難偏過去的喔 朝鮮這邊是慢慢退守 全身中心 這邊用防護箭塔射掉了一隻 一個 不是一個 一台 工程器的頭石車 那待會也可以繼續往這邊聲插進去 後面居然被砸到了 頭石車可以打到這裡的池塘就很麻煩了 好 那賽特人轉出了槍兵幫忙血防一下 馬上清裝兵 馬上清裝兵 馬上清裝兵被招搶是很容易的 但是還好隊友有條盾 條盾幫忙抗了一些招搶喔 最後只被招到了兩隻 馬上清裝兵而已 勝率者是死了三隻喔 好這邊可能要再續一波馬上清裝兵 好這裡沒有要等的意思 好勝率一出來 馬上又抓到 OK一人一槍 直接搞定 好後面這裡還有一隻勝率 要趕快去抓掉嗎 右邊吃炕已經被拆除完畢了 好槍兵再度走了過來 下方農田撒了更多 賽特人這裡是3TC 開了起來 賽特人跟薩拉森 兩邊都是打快攻的玩家 都開始轉容了 那內加的條盾 雖然也是有在開TC 但是他這邊止步於3TC 就稍微有點慢了 那他有可能是想要3TC 趕快速升帝王 趕快去幫隊友 所以這邊已經可以看到 條盾已經點下了帝王是在1分45秒 那內加的波蘭呢 是內加的波蘭 已經點下了 並不是條盾 這邊升級好像稍微慢了一些些 我以為是條盾 那這邊是日本人也升到帝王時代 3TC速上帝王其實是蠻快的 大概26分鐘左右 就可以點下帝王時代的升級 那升到帝王時代就有巨型球時機 這邊工程來說就會相對簡單一些了 那你馬上清裝兵還是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繼續擊殺多了很多生旅 馬上過來 坐車掌了一發 馬上清裝兵再去解決 頭死車應該不會被招 沒有救贖思想應該還行 好 掉 剩下3隻馬上清裝兵 薩拉斯蘭還想要繼續進攻啊 右邊的池塘魚只剩下一點點 薩爾特人應該有想往裡面走的意思 直接補了一個碼頭 出火斷船嗎 紅下池上來了 應該對薩爾特人來說是非常OK的事情 那待會薩爾特人就只要3TC4TC開農上去 轉出大量的薩爾特鬆爛武士 跟頭死車奴炮充測都可以 好這邊看到魚池有一個碼頭怎麼辦呢 這邊想要趕快突破這裡的防守 哇這個頭死車砸了一發 損失了兩匹馬 剩下的馬就會被槍兵給戳爛喔 好這邊還是有在出頭死車 跟槍兵做防守 但這邊抓到防守漏洞 順利收掉了一台頭死車 頭死車也一換一成功 好這邊再繞一下 可以打到最後一下嗎 OK直接拉走 火戰船出來囉 好不忘記在左邊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開始回農了 桃盾這裡終於打破了這裡的石牆 造了非常多的槍兵 去來幫忙把城裡給打回來 左邊朝鮮 防護艦塔真的是慢慢往外插的出去 但日本沒有繼續進攻得逞 就是選擇了巨型頭司機 開始慢慢的拆除城牆 好 朝鮮這邊直接升級了左牆 大四牆升級上去了 好 我們敵人這裡是繼續開農 調整是升了大級兵還有化學 看來是要走火炮火槍的路線 好調整這裡補下城堡 終於鎖住了這邊的出兵點 這裡應該不會有兵繼續出現 當然這裡的漁船應該是被燒光了 一個火戰船可以燒光所有的漁船 應該是沒問題的 好 無關敵人到這個時候應該以直接3TC 4TC 甚至5TC 無禽開農 或是6TC 6清不熱開農 都是可以考慮的 所以他現在不趕快農上去的話也沒戰略了 或是3TC農上去趕快幫忙出個火槍火炮 在後面幫忙輸出打下頭子車也會比較好 不管怎麼說 應該雙方都有自己的戰略 那目前波蘭人爆了非常多的重裝騎士 開始過來進攻 那家的這個達羅皮圖 算出來是精銳相公 後面是想趕快尾 波蘭人在這邊 是波蘭嗎 都是日本 使用了中頭開路 後車雜力發村民 騎士過來救一下 完蛋了 村民直接貼到頭子車 騎士這邊有看到嗎 這時候才看到頭子車已經快被拆掉了 完蛋完蛋完蛋 頭子車全部被收光 後面要再造一些新的頭子車才可以繼續開路囉 這根城堡蓋在這個位置非常好 家裡終於用槍兵守住了 忽然的重裝騎士 最麻煩的地方是沒有三級的馬鎧 所以被相公射的時候會很痛 像2加2的防禦力 所以是只有4點 相公射一下有7點血的傷害 橋段這邊是點下了三級的板甲技術 日本這邊也補下了撲兵鎧甲 提升了槍兵的殺傷力 後面勝率也是招搶到了一些大相公兵 對面進行頭子機慢慢架了起來 黃的地人這時候點下帝王時代 雙TC速點帝王 這裡補下了新的防禦劍塔 繼續聲插進去 頭子車在後面嗎 唉唷 有點入境 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過來 這個四季帝國尋路 最近有改版 所以可能這個問題之後會好傷一點點 這邊又招搶到了幾隻相公 相公又被判變了過去 然後P圖人指出相公 這個想法是OK的嗎 似乎再點火炮喔 會更好 就可以拆除這邊的防禦劍塔 這一種王騎士雖然來到三七隻 波蘭最強大的地方就是騎士 每一隻只要殺殺口 比出弓兵還要便宜的騎士到價 好 那目前條盾人開始有動靜了 慢慢推進去 但賽特人好像要跟 殺生一起防守回去囉 後面中已經開始有便利在準備 做一個重新集檢 好 這邊衝進去 好 後面火炮還在輸出 這人還好有出火炮 好 那對方殺 賽爾特投石車就不用怕了 有火炮就不怕賽爾特投石車 兩炮一台重頭的樣子 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這邊只要操作得到 這邊進攻應該是完全沒問題的 喔 這邊轉出了一些條盾武士喔 幫忙打下槍兵嗎 條盾武士的現在跑速來到0.88 比以前快多喔 以前的版本真的太慢了 突然這邊加上日本 成功開了一條新的路出來 開始殺入了朝鮮的家裡 朝鮮的家裡還有很多相公 但是這邊領土被一分為二 WP2這邊要進攻的話 幫忙支援有點困難 只靠相公有點困難 要不要轉一些槍兵出來啊 WP2有這個烏之鋼 可以無視敵方的裝甲進行攻擊 復兵單位 出點槍兵來說 對WP2也是挺友善的 目前WP2似乎沒有這個想法 中間的話 忽然也再繼續給壓力 有非常多的劇情東西 條盾直接1扛了 條盾武士 金瑞21點傷害 在跳人指出槍兵的情況下 是完全打不贏 條盾武士了 好 但是沙拉森還好是近戰傷害的 攻擊力趕快提升上去 但這邊近戰傷害 就算提升上去喔 打 條盾騎士也只有1點血 金瑞奴隸兵是14點傷害 條盾武士是13點 唉唷 怎麼打都是一滴 沙拉森這邊趕快轉出馬功 或是強弩喔 都會比較好 應該馬功比較好 因為馬功還有安息人戰術 這個 擊兵的話 會比較多傷害一點點 一發 賽特有中投了 中投打復兵其實蠻痛的喔 只要全部去在一起的話 這一發砸下去 再一發 好 再可以投一發 哇 砸爛 真的是砸爛 好 看來 基本心把朝鮮跟打我的拼圖一分為二 這裡有非常多的大型劍塔 不然這邊好像有點缺金了嗎 轉出了一些肉麻 戰術裝騎士還是比較坦的 等肉麻的話可能還是有一點不太給力 大象公兵直接扛住了大型劍塔傷害 在劍塔下開始輸出 橋盾騎士開始殺到了賽爾特的城內 賽爾特被迫起了新的大躲牆進行防守 然後後方還有非常多工程器 三台巨型投司機 三大車人這邊是轉出了非常多的射箭場 轉出來的東西是強奴 強奴好像還可以喔 那我覺得馬功可能會更好一點 這裡有更多的槍兵走過來 兩邊槍兵互打 怎麼看都是日本會更有勢一點喔 日本的攻擊速度更快 而且朝鮮也沒有三攻的關係 所以擊兵只有6加2的傷害 一下8低 但是日本的槍兵 10點傷害 還有33%的步兵的攻速加成 這邊日本只要繼續出槍兵 加上僧侶巨頭大型劍塔 繼續征推喔 似乎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右邊我跟地人 開始到了帝龍時代幫忙出一些火炮 本來先出火炮幫忙幫忙 我們地人這邊對於 反戰有一定的意識喔 好順便繼續拆除 這根城堡應該是要掉了 後面的巨頭想要反擊回去 但好像打不到是不是 這個巨頭能打到嗎 可以耶 但是自己的城堡還是被拆除了 後面看到這麼大量的強弩 賽特人這邊應該 暫時不會地死被攻破 但是後面的火炮跟火槍隊來了 伯公帝的火槍火炮隊會很麻煩喔 但現在只能靠火炮反擊強弩 還是找到了一些強弩數量 火炮趕快用這個遠程打擊 哇強弩血量掉很快 哇全死光了 伯公帝人上去之後 轉出了非常多的火槍跟火炮啊 果然火炮跟火槍在伯公帝人的後期 相當重要的存在 OK那我們來看一下回到戰場中心點 右手邊這裡有非常多的巷公 這邊中頭雖然來到了三台 這邊砸個一下 全部的巷公擠在這裡喔 這樣被砸到會很痛 還好他有移動 打個一發直接硬點 點掉了兩台拖子車 僧侶也一起點掉 第三台拖子車也解掉 要打相攻的話 其實日本也可以轉戰毛兵喔 會比較好擋一點 槍兵配戰毛 全部防守式 配上大型劍塔還有巨型投資機 突然的話 突然打相攻其實辦法並不多 繼續出重裝騎士喔 然後殺到朝鮮裡面 很會更好 這邊其實應該要盡肯的往後衝鋒喔 其實不要太多離這邊的大象攻兵會比較好 欸那結果波蘭怎麼在中間這裡 突然建立起了一個新的池塘營地 哇靠 波蘭原來他沒有在這邊搞事 反而是來到了下方 直擊薩生加里 薩生加里直接被火炮塔打了一個 錯手不及 不是火炮塔 這個火炮戰劍 突然怎麼手軌碎進來的 完全沒有注意到 條頓人這邊直接用條頓武士 加上槍兵 極限反擊的回去了嗎 後面火炮打得非常漂亮 把薩爾特蘭的投資車全部砸個金光 雖然已經有重型投資車了 但是在火炮面前 投資車輸出4為0的 這就是投資車的比較悲劇的地方 這邊就去扭 然後投資車扭掉 傷害有機會嗎 欸唷 剩下一發 一槍戳掉 這就是投資車悲哥 最害怕火炮單位了 OK 後方的大神劍塔 數量越來越多 10個大神劍塔 右邊的大槍工兵17隻18隻 數量越來越多 好這邊五台奴炮戰艦 右邊右台火炮 大槍工兵的數量來到了25隻 在這邊要防守回去有點困難 薩爾特人已經快沒有呼吸了 右邊的工兵陣地也要被瓦解了 這時候賽特人搭出了GG 什麼東西 藍色 紫色 青色 灰色 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沒想到這一把 調遁武士立大功啊 應該叫調遁騎士喔 現在改版 以前叫武士 現在叫騎士 調遁騎士擋住奴隸兵效果非常優秀 後面奴隸兵直接被打爆 波蘭直接一個鬼轉打另外一家 也沒有先打達魯皮圖 這個蠻關鍵的 這個池塘哪時候被打下的也不知道 達魯皮圖這邊是有稍微擋住波蘭進攻 但沒有辦法拯救隊友也是個問題 畢竟達魯皮圖他沒有出火炮的話 打這些大型箭塔來說會相當被動 沒有有那麼優秀的機動性 而且出火炮的話也會被日本的僧侶給遭享 也是有點麻煩的齁 那這邊大量槍兵 只靠朝鮮的槍兵是擋不下去的 一定要轉火槍齁 或是強奴戰矛的東西 才有可能擋得下來 那如果你出火槍或戰矛的話 也會被投石車給砸爆 所以日本這邊搭配組齁 其實是蠻優秀的 投石車配槍兵 那對方火槍跟強奴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難打一點 那這邊比較尷尬的是 賽爾特人這邊打掉伯恩帝大量經濟之後 他避免有趁勝追擊 或者是繼續做一個強攻 把這個 或者是蓋更多大石牆 去堵住這個口 如果能堵住更久一點的話 讓內加薩拉生人 讓自己的經濟再更好一點 應該是有機會可以打的 但是條盾跟伯恩帝人 兩邊都是火炮文明 所以賽爾特人後期的影響力 可能也不會到非常巨大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